意大利首都罗马市中心的一地铁站 昨天晚上突发自动扶梯故障事故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 下行的扶梯失控的一瞬间 乘客们纷纷快速滑落 被挤压在电梯的末端 现场是一片混乱 事故至少造成了20人受伤 他们大多数是俄罗斯的球迷 当时呢 他们正从该地铁站前往体育场观赛 罗马市市长拉吉表示 有目击者看到事故发生前 有数名球迷在自动扶梯上 唱歌和跳跃 紧接着自动扶梯发生错乱加速 目前事故的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